之前我們看到 我們國安局長陳明通到泰國去 被人家從入境開始 就都把他拍下來 然後到了做了旅館 旅館的什麼Check-in 旅館的帳單 奇怪的 國安投資 國安局長很重要 是我們等於是八大情報 最重要的協調者 很多情勢單位 都要跟國安局去協調 龍頭怎麼會搞成這樣子 到底為什麼 為什麼要拿陳明通當季棋 為什麼他的行程 會被人家都掌握揭露 另外說軍情局有三個巨頭 人事也調整 包括3月1號 9月1號 10月1號 局長 執行長 副局長 都是中將 少將的官都很大的 能到情報局去 另外又被人家扯出來說 國防部的政戰局長 去訪問夏威夷 不訪美國智庫 他美國智庫講東西文化中心 說納稅錢被浪費掉 而且有兩個整天 在旅遊 購物等等 所以他又被拿出來修理了 說兩岸疊戰 換句話說他的行程怎麼會知道 他怎麼晚餐吃什麼 招待哪些人都知道 所以被認為 是不是一個新的疊報戰 因為先是國安局長 又是軍情局 又是盛戰 你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看一下 我是政戰局局長 簡示維 負責國軍政戰 新戰等工作的政戰局長 8月上旬赴美國夏威夷交流 沒想到保密出訪 竟然全被對岸媒體報導 還針對行程故意言語 中華時報標題 記者臺軍官名義赴美觀摩 實則觀光購物花田酒地 內容指出 政戰局長簡示維等六人 8月5號到10號赴夏威夷 潭香山隨隊觀摩 跟直接貼出行程表截圖 8月6日搭乘官艇逛珍珠廣逛 奧斯特 7日有歐湖島溫化之旅參觀Costco 到了8月8號參訪 夏威夷周國民兵 會晤太平洋特戰指揮官 隔天則建了美軍太平洋陸軍G3處長 和美方印太司令部官員 更直接貼出台美餐序菜單 做了什麼 建了誰 統統被揭露 抵達的時間是當地的星期利假日 因此並沒有安排官方的扮回行程 那麼針對這個部分 來刻意的擴大渲染 目的就很顯然是打擊國軍 協同友盟 提升戰力的一個努力 同批對岸刻意抹黑 是任制作戰 混淆果內部穩定 只是更大的問題 是怎麼台美交流行程 全被掌握 國防部沒直接回應 官局長陳明通 赴泰國的行程 和護照通關資料 兩週前被故意貼到推特上 不到半個月後 又有官員行程被揭露 顯然保密防碟有很大漏洞 政政局長到美國行程被掌握 國防部說 只是任制作戰 故意製造我們內部的對立 那我稍微講一下 當時我看到這個新聞 我今天也看到這個版 我就問 因為看到這兩個 開始 我就問說是不是周末 是啊 是不是周末 是 去五天中間一定 他橫跨了周末 周末老美不上班 我去參觀個什麼購物中心 去參觀海灘又怎樣 一查四周末 他是五號去的 六號就是星期六 七號是星期天 所以他去郵珍珠港 購物中心 然後什麼到大風口 到餐廳 你問我我覺得還好 我覺得還好 那他的車子什麼都 不好的是說怎麼會給他知道 但是你說周末 沒有那麼最大惡極 周末那你叫我幹嘛 他其他三天我去查的都很正常 他有做軍事交流什麼都有正常 這兩天是周末 他有一個晚宴圖 晚宴吃什麼吃這些東西 什麼百花蝦丸 什麼魚龍羹 翡翠大肉蟹 封殺雞 吃這些東西 菜單也給他拿到 就像陳明東整個旅館的 賬單給拿到 這點我比較好奇 就是說你到底講 你政戰什麼政戰局長 也算是情報頭子 對不對 也算是情報頭子 他現在把他降了 以前是國防部總政戰部 什麼執行官 王生的時候很大的 後來現在叫政戰局長 好像是中將 以前是上將執行官 只是說還是被對岸媒體拿來笑 對岸什麼中華什麼通訊 怎麼被對岸拿到 這點我就不解 就是說再怎麼樣 你一個政戰局長出去 你的行程也應該要保密 怎麼會讓大家都知道 這個很奇怪 到底怎樣 來 柯偉 我覺得政戰局長 這是到美國被這樣的揭露 不是揭露他到底做哪些事情 連這個菜單好像賦予一些非常八卦的色彩 那就跟當初成民通到泰國去 這樣子把一個臉活生生的被樣印出來 其實對很多人來說 就是對我們國防 就是所謂的國安的單位裡面 就是一個大大的狠狠的一個打獵 或許這也是揭露的 這個背後的這些組織 他最希望能夠暴露出來的 當初在泰國的時候大家都會提到 是不是因為泰國 目前都是換了華為 或者換了海康威視的 這樣的一個系統 所以他們在IT的監控上面 其實完全就被中共來掌控 目前我們這個國安單位所提出來 也都是把鎖定的 認知作戰這四個字 可是認知作戰這四個字 有辦法來彌補國人 對於我們目前情治單位 這麼的高階首領裡面 完全形狀被曝露 這樣子的一個事實嗎 我覺得直接講認知作戰這個四 反而是凸顯我們對這件事情 完全沒有任何後座的一個 處理的一個能力 否則你什麼都把它推給中共 以後未來當中 我們很多的情報投資 還會再繼續出去 如果你沒有在這個地方 痛定思痛來做一個反省 跟面對的話 你永遠就是拿認知作戰這四個字 他這個遞減的效率 一定會馬上來做一個呈現 而且但是大哥 你剛剛所提到的 他可能有三天是在工作 然後兩天 可是也有很多人提到 那你好好的五天的行程當中 你為什麼不是排一到五 你為什麼要中間 跨個禮拜六跟禮拜天 那這樣是不是也是浪費 我們國家的一個公堂 來去做這樣的事情 這也是有一些的你的說法 無論如何 你連續三大單位當中 都被攻破 當然兩大單位 所以我們的經濟群 當然目前開始換了這個 有為人力的一個換血 但是這個國安局跟這個軍戰 跟我們這個剛剛所說的 政戰局裡面 這都是最高的領導的人 來去做這樣被攻破 我覺得對我們整個情報的系統 不管是在面子上面 或是在實質的 這個所謂的國家安全 資訊上面 都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挑釁 如果說你永遠只用 認知作戰這四個字 完全沒有辦法 讓大家對於我們的 情質單位的未來的這個發展 做好一個心理上面的支持 副總長 為什麼他們情質單位 都給他知道 是 坦白說這個 到目前為止 不能用認知作戰 我完全同意 認知作戰就是歸因理論 歸罪於外 跟項羽一樣 失敗的天王我也 非戰之罪 當然是你自己 救不自取 他有多少次 可以把劉邦幹掉 但是沒有殺到 自己懷著各式各樣的這種柔弱 然後最後失去掉先機 所以我覺得認知作戰這四個字 它不能成為理由 講認知作戰就是政治正確 它是個萬金理由 任何東西都可以用 我覺得從公共行政角度看 這絕對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你要面對問題解決問題 去定義問題 定義問題不能夠把它推給外面 叫認知作戰 你認為這個是內部透露出來 還是對方拿到 可能都會有 目前沒有答案 不過這是內部資料 就算說是外部洩漏出來 也是內部資料交出去的 就是為什麼我們八大情報的 投資的行程 不如八大行業投資的行程 來保密 民間都可以保密到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八大行業的投資 他去哪裡被你抓到過 完全沒有 可是我們八大情報的投資 是負責台灣的安全 自己的土地 這塊土地的安全 竟然是如此 你用認知作戰這個設置 我們沒辦法接受 其實所謂的認知作戰 在我們看起來就是認知失調 在政治學裡面講的 就你應該滴水不漏 結果你變成滴水穿石 那水從哪裡來 從哪裡漏 去補漏 而不是關起來了 為什麼他會滴水穿石 第二個就是 在整個過程當中 我總是覺得 我們是不是國家在用人 用這些所謂的八大情報投資的時候 是用政治正確很大的成分 而替代了專業 理論上從這兩位 之前的國安局長 或者是政戰局的局長 他們所面對的環境 不會比現在差 以前到現在兩岸之間的間諜戰 始終都沒有停過 從我們年輕的時候 年輕小的時候叫保密防碟 現在這四個字已經很少聽到了 現在只有在老人 骨質中正的時候 叫保密防碟 保持骨質的緊密 防止跌倒 保密防碟 其實還有人在講保密防碟嗎 沒有 所以回過頭來看看就是 如果我們在用人上 不論是陳明通 或者是這一位 政戰局的局長 聽說他即將要下台 如果他們都只用政治正確 作為他們升遷的管道 當然你的專業能力就不夠 應該如果去保密防碟 或者應該如果去滴水不漏 都做不到 如果連人自己的行程 都保密不了 你怎麼保護台灣 這塊土地的老百姓的安全 這我完全不相信 反正基本上就是 不管你怎樣 吃什麼也要去哪裡玩 行程都被掌握住了 就算是內部洩漏的 也表示內部有問題 一定有人看不順眼 而且怎麼搞得被大陸的媒體看出來 這是很難看的一件事情